大家好 Win11已经正式发布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何来下载Win11的正版的安装镜像文件 至于安装方法 其实跟Win10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之前也做了Win10的安装的视频 我也会把Win10的安装的方法和步骤 放在本期视频下方的描写区里边 大家可以去观看 所以说在本期视频里 我就不再演示如何来安装了 我首先先打开浏览器 现在我已经进入了微软官方的网站了 这个就是微软官方下载Win11的官方链接 我们就从它这个官方网站来下载和安装Win11的操作系统 它这个Win11的操作系统 它有三个安装选项 我们可以来进行选择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安装选项是系统升级的安装选项 这个适用的环境 主要是基于我们现有的Win10的电脑 我们升级到Win11 我们可以采用第一种安装方式 但是它这边也给出了一些注意事项 一个是电脑必须装有Win10版本2004或更高的版本 才能够运行安装助手 来下载安装程序 另外就是你的电脑需要满足针对升级要求和受支持功能的Win11的一个设备规范 具体的规范 大家可以点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Win11的一个升级安装的一个对硬件的要求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是对系统的要求 一个是处理器 要求1GHz或更快 一定要是64位处理器的 双核或多核 内存至少要4G 存储这块是至少要64G或者更大 其他对于显卡显示器也有一些要求 下面咱们介绍一下第二种安装方式 它实际上是制作可引导的USB或者是DVD的介质 这种安装方式主要是来制作一个U盘启动盘 这里边是包含着安装程序 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个U盘 就可以去其他机器上来进行全新的安装了 这个安装的方法在我以前的视频中也介绍过 那个视频是介绍Win10的安装方法 但是跟这个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安装Win10的这个视频 我也会把这个视频链接放在本期视频下方的描述区里面 最后一种方式 它是来下载Windows11的一个磁盘镜像 然后我们把这个镜像文件下载以后放在本地 然后来安装这个Windows11 这种方法呢 它适合要创建可引导安装介质 比如像U盘或者DVD 或者说要创建一个虚拟机的 以安装Windows11的这个用户 然后我们今天就选择这个最后一种 好 那我现在就先下载 我点击这个下载 然后我首先先来选择这个下载项 我们选择第一项吧 这个家庭版的功能比较简单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第一项 功能比较全的 我们点击下载 然后呢 它让我们选择语言 我们选择中文 简体中文 然后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64位的下载就可以了 好 看我这个左下角 它已经开始下载了 这个文件大小呢 有5.2G